目前肝臟移植的適應症最主要分成四個項目 那第一個是肝硬化造成代償不全 那肝硬化常見的原因就是B型肝炎、C型肝炎或是酒精性的肝炎 那只要肝硬化慢慢的惡化就會產生一些代償不全的症狀 最常見的症狀像是食道靜脈曲張出血 或者是肝臟造成的肝昏迷或者是肝腎症候群 以及病人有大量的腹水影響到生活的狀態 那這樣子代償不全的症狀就可以考慮接受肝臟移植 最主要的狀態也是因為目前肝硬化進入代償不全狀態的時候 是沒有其他的藥物治療可以進行的 那肝臟移植是目前唯一的治療方式 那第二個常見的接受肝臟移植的理由則是急性肝臟衰竭 那在亞洲國家尤其台灣是B型肝炎的盛行區 所以最常見的急性肝臟衰竭的理由就是B型肝炎急性發作 那這時候病人的肝功能會惡化得非常快速 這是我們常常需要接受緊急肝臟移植的理由 那在歐美國家因為肝炎的盛行率相對比較低 所以比較常見的理由是藥物造成的 像是普拿疼中毒或是一些甲狀腺抗靜的藥物使用 造成的肝臟衰竭 那第三個項目也是目前越來越多的項目 其實是肝細胞癌 也就是我們統稱的肝癌 那肝癌如果是無法接受手術切除的病患 假使它符合特定的準則 那目前最常使用的是一個叫做米蘭的準則 就是如果你的肝癌是單一腫瘤 而且它的大小小於五公分 或者是你是多顆腫瘤 但是顆數不超過三顆 而且每一顆都小於三公分的話 那就可以接受肝臟移植 那目前肝細胞癌接受肝臟移植的治療效果相對是非常好的 目前五年的復發的機率大概可以壓在10% 大概是15%中間 那第四個項目呢 大多接受肝臟移植的則是 其他的理由 譬如說像是小朋友的膽道閉鎖 後續造成的肝硬化的問題 或者是多囊性肝疾病 肝臟長得非常非常大 非常多的水囊造成的症狀 或者是像自體免疫一些其他的疾病 那來接受肝臟移植 那這是我們常見的四種肝臟移植的適應症 那肝臟構造的部分呢 這個我們用圖來表示 那肝臟構造我們在肝移植會需要處理的部分 就是在肝臟進入的部分 門的部分有一個肝動脈 藍色是肝門靜脈 綠色的部分是膽管 那我們需要在肝門把這些構造做截斷 那肝臟血流的出口則在後面 是經由肝靜脈進入下腔靜脈 那我們也需要將這個肝靜脈做截斷 才可以將整個肝臟移除 所以我們新來的肝臟進入 不論它是大愛捐贈或是活體捐贈 就要將這些構造重新做重建 才能夠讓它獲得一個新的肝臟 而且是肝臟才能有作用 另外肝臟構造則是 我們會將肝臟分成總共八個分頁 五六七八分段代表的是右肝 二三四則代表左肝 所以如果是活體肝臟移植 或是我們大愛捐贈 有接受分肝動作的話 就是從中間分開捐贈右肝 或捐贈左肝的部分 中間分開捐贈